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最大的國際新聞 應該就屬美國下一屆總統競選人川普 在賓州造勢 結果只聽見兩聲槍響 不僅造成了川普誘餌重擔 也S了周邊一名民眾 瞬間就衝上了各大國際新聞 當然中國的微博各大熱的時候也不例外啦 那開始就有小粉紅在噴美國怎樣亂怎樣亂啊 啊特朗普沒事吧 希望特朗普可以重新上台 重修中美友誼 甚至連台灣的藍營跟小草都在嗆 民黨又完了 川普共和黨上台之後 會抵制台獨會跟中國重修就好 為什麼你們的論述跟中共這麼的像 首先啊美國亂 為什麼習近平跟華春瑩的子女 當然還有很多啊楊潔石之類的超多的 高層的趙家人 那為什麼子女都在美國呢 還有很多央視退休的老幹部 通通都在美國定居呢 中國的那些特權階級啊 吃著特供的那些人 把子女送去小粉紅口中很亂很可怕的國家 你不覺得這個邏輯很荒謬嗎 就論這一點 還是美國人比你們有本事啊 你們只敢當藍鄰王 典尾 卻S普通的民眾 或是最基層的那種 村幹部 村之書 你們對這個國家有什麼什麼不滿 而且這就是一個獨裁的國家 你們就這樣默默不出聲 然後呢 把這個怨氣轉移到 比自己低層的人 或是同階層的人 或是比自己高一點點的那種 村幹部村之書 你們其他人就不敢 這兩天啊 我推特刷開 又有七起 我講的都是重大的哦 那種小的那種我都不講哦 連續S的人事件在中國 前幾天還有網友統進的 5月份到6月份 中國發生了60多起重大 重大S人的事情 這個網友被沈陽公安給拘捕了 而中國主席自然是不會發生 美國這種情況啊 對吧 習近平需要造勢嗎 我不要說習近平啦 就請問你們的省長、市長、縣長、地級市的市長 有出來競選過嗎 你知道他的政策是什麼嗎 你知道他的願景是什麼嗎 習近平根本就不用出來講他競選政策 他就全票通過 沒有沒有 不是嗎 川普似乎不喜歡民進黨的台獨 民進黨未來是不是要完蛋了 可憐啊 我覺得你一定是看中天才說出這種謬論 2020年啊 中天說 拜登贏了 灌爆民進黨臉書啊 可憐啊 台灣沒後盾了 結果呢 拜登擴大軍購 拜登親口多次說 只要中國出兵保護台灣 各種官員與參眾議員 也是拜登時代來台灣的 拜登唯一做的比川普好的點 就是他 更能說服 盟友來支持他要反共的決心 而川普是一腔熱血的自己下去 不太跟盟友去商量要怎麼做這個對策 而且 拜託你們有一個共識好嗎 美國不管換哪一個黨執政 美國對外的政策基本不變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人常常把亞洲的政治風格 尤其是中國的政治風格 甚至台灣的政治風格帶入到美國 非常的沒有國際視野 我們回溯更早之前的言論 2016年很多人嗆蔡英文跟民主黨 你看他跟希臘瑞很好啊 所以川普啊共和黨贏了民進黨完蛋了 OK那個時候打臉一次了對吧 結果川普展開了對中國的貿易戰跟關稅戰 還讓華為的小公主顏面盡失 川普的國務卿龐佩奧非常挺台灣 然後到2020年你們又說 啊川普輸了 拜登贏了 民進黨要完蛋了 OK你們這時候已經被打臉兩次了 這次又要你們再次被打臉的是嗎 美國不管哪一個政黨 你希望那個政黨上台 台灣會完蛋的話 這不是你夢寐以求的嗎 你不是就是希望台灣被出賣 然後不要有這個抗中寶財 台灣被中國整得越慘你越爽嗎 因為可以教訓到民進黨 這樣你不是越爽嗎 而且為什麼小草藍營跟小粉紅 都是反指標的存在 一下國民黨那個蔡正元說 台積電不可能破千 結果破千了 柯文哲一下說 賴清德上台外資走光光 結果呢 外商啊外貿投資台灣是擴大基數 擴大那個錢 全部被打臉 小粉紅當年就跟你們是一模一樣的 希望這個拜登上台瘋狂嗆川普 結果拜登也是打中共打很兇 打到你們現在經濟通說 A股一蹶不振 當然還有舔空台灣人在嗆我 中國的A股沒有破三千那又怎樣 但他的總值還是比台灣多 所以中國還是贏台灣的你在笑死人 你這個不就是我只看總體 我不看聯軍 那按你這麼說台灣也是比荷蘭強啦 比瑞士比瑞典都強啦 連胡錫進都在網路上痛罵 今年已經讓他虧損7萬多塊人民幣的A股啦 按你說的中國怎麼爛啦 壽司的駱駝都比馬大 對吧 那你怎麼不去買A股呢 你都沒買一直在幫他說話 啊我有買台股啦 所以我幫台股說話怎麼樣 我也幫美股說話 因為我有買 台灣發生任何跳電或是故障 就會瘋狂配合中共抹黑報道 譬如說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台北前幾天下暴雨 淹到這個腳踝 哇 各媒體就是哇台灣淹沒了 好可怕啊 一生中沒有看過這種亂象 好慘啊 近這三個月從華南華中華北 這幾天重慶那邊也是淹得很慘 淹到兩三樓咕嚕咕嚕那都是小雞水 台灣那個淹到腳踝慘不忍睹 大喊笑 諾亞方舟好可怕 台灣有時候跳電嘛 或是電力系統故障 你會說台灣破破爛爛民不聊生 都是原始的 電都用不上 結果前幾天啊 到今天我現在拍影片的同時啊 我在微博上翻出了幾千條留言 我說你展示幾條就好了 不可能幾千條都展示完 中國各省的人都發文表示什麼呢 為什麼突然停電 有的地方停了三個小時 停了八個小時 甚至有的停了三天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 小粉紅不敢面對的真相 凌晨4點32分 來自河南的 哇跳閘了還是停電啊 沒空調熱死我啦 來自山東的 夏天停電真要命啊 來自江蘇的 一個多小時都過去了 怎麼還沒來電啊 我的流量都掉了好多呀 還有來自廣東的 說什麼呢 從6月20號 21號 22號 23號 24號 一直到7月13號 每天都在給我跳電 哦呦 來自重慶的這個愛黨愛國的粉紅啊 說怎麼停電了呢 哇 來自重慶的 今天暴雨家電梯停電 我爬了17樓 下大雨打雷停電了 今天要被迫早點睡覺硬控了 大家還有印象嗎 大概20年前吧 我們小時候啊 颱風來的時候會停電 半天一天不等 現在颱風天災來 有給你停電超過兩個小時的嗎 還有一個小時的嗎 所以你說誰到底還是進步的呢 來自江蘇的停電好冷門的磁條 沒有錯 因為停電傷不了中國的熱搜 還有來自廣東的 半更三夜我的民宿停電啦 大半夜停電 爭刺機來自廣東 來自北京的 天進去天亮的出來 不知不覺都8個小時了 結果店裡停電了 來自浙江的家裡突然停電 我好怕我家的狗中暑把牠放到冰櫃 來自廣東停電 來自四川了 哎呀打雷停電了 好幾樓都停電了 一直沒來 來自遼寧 你看 現在基本上中國從東北 到華中華南 華北都有了 來自河北 故案這個鬼地方 時不時停水停電 來自江蘇 突然停電了 小夜燈派上用場了 來自廣東怎麼突然停電了呢 來自四川 這工作愛幹誰幹 停電了還得加班 來自重慶 又停電了真倒楣 來自陝西 大晚上整棟樓都停電了 來自新疆 啊突然停電了 跟密室脫逃一樣啊 來自黑龍江 停電了早點睡 來自重慶 連漁北都停電了嗎 你美的 我一玩 我這個家就停電了 來自湖南 來自天津 家裡停電了 我的手機只剩兩滴電了 動不動就停電停水 來自廣西 來自河南 你家停電了嗎 那我家停電的來自安徽哦 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人都說停電了 對吧 但是呢 中國有任何熱搜嗎 沒有 連詞條都沒出來 連新聞都沒有報 辛金爆也沒有報 對吧 看完這個是不是覺得非常搞笑 台灣近期高雄發生跳電 9分鐘解決 金門電力系統故障 一個多小時以內 解決供電問題 然後呢 一堆的舔共金門人 還說你看 中國祖國我們對岸 通通都是有電有水 還說要讓他們過來建設資源你們 對啊 你讓他們來金門蓋水庫嘛 對吧 看是要洩洪三層樓高 還是讓他們電力系統來 然後讓你們這樣無預警停電 停個三天一天了 我回去翻我頻道的舊影片嘛 發現中共大規模的限電 都是從2020年底開始 一直到2021年1月 接下來就是2021年10月到2021年12月 還有2022年的暑假7至8月份 最誇張的就是2021年那一次 甚至連吉林當地政府 這半年我會不預警的 不告知的限電或是停電 對吧 這個公告你們上網查還有啊 當然這些台灣舔共的媒體 或是小草啊 通通都不知道也沒說 或是裝美看見裝瞎 然後就會跟你說 我是生活在台灣中國公好屁事 是 你說的對 既然中國關你屁事 那你為什麼又要一直在吹 你看中國人 拿拿拿好不錯啊 你看中國都沒停電 事實上他有停電 你看中國制度多好啊 中國多安全啊 中國的公安多棒啊 中國的高樓大廈多繁華啊 中國的淹水啊 中國不是我們的國土 我們去關心他淹水幹嘛 連小粉紅都是一邊泡著水 一邊停電 一邊吃著煤礦油 喝著吸份車的水 好不容易找到996 月修4到6天的工作 拼個老命 換來月薪5、6千甚至7、8千 結果外資又撤走 慘能顧勝 又被裁員 只能出來貸款買個小電驢 去跑外賣 跑外賣又被公安 又被場館給沒收 沒收之後呢 過了好幾天 我去贖回我的小電驢 發現那個電驢裡面的電瓶沒啊 管理人又要說 你要來證明哦 你的小電驢被我沒收的時候 裡面是有電池的 哇 一氣之下 你乾脆轉行 跟父母借錢 去貸款買一個二手車 來跑一下DT打車 網約車 結果現在 又要被這個蘿蔔快跑 給全面取代了 總結啊 這些中國共產黨都沒有錯 錯的都是台灣電力系統故障 停電了九分鐘到一個小時不等 凌晨打開了中國的百度跟抖音 全部都沒有中國各地大停電的消息哦 有的是什麼 美國啦 台灣啦 菲律賓啦 日本啦 今天有一個人跌倒了 手有擦傷 弄個生理食鹽水 清洗一下 最多就貼個OK棒 你們說的創可貼就沒事了 然後中國呢 一個跌倒 金脈巨斷 手腳骨折 然後你在笑 你看台灣真是不小心啊 一個跌倒傷成那個樣子 還要貼OK棒 然後你身上都是石膏 然後小嫂看到就說 嗯沒有啊 你看台灣貼一個OK棒多長 中國沒事啊 他那個又不是石膏 他那個只是特殊裝扮而已啊 你們這些台灣人啊 有沒有一點格局啊 看不看得懂 演藝一斷 我們台灣人是這樣 哇 剛剛是不是停電了 政府你最好給我解釋清楚啊 為什麼停電 還給我停了十幾分鐘 為什麼停是不是缺電 造謠 抵制你 憂行你 抗議你 中國人是這樣 蛤 停電了 我得去附近晃晃 家裡悶死了 要帶我家蟲狗出去 不然會悶死了 幾個小時之後 依然沒有電 小粉紅就在微博上發問 家人們 友友們 到底哪裡有物資啊 誰有充電保可以借我啊 我手機剩10%的電量啊 誰能幫我啊 通電以後啊 央視就說 在國家人員辛苦的搶修之後啊 電力終於恢復了啊 並沒有缺電這種言論 北京市公安局 已經逮捕網路上12名造謠人士 並且將他們行政拘留7天 呼籲各位網民 誤信謠 誤傳謠 建立美好新中國 小粉紅看到就說 哇 感謝他們 紅色綠亮 相信國家 偉大復興啊 台灣人又缺電了 蛤 停9分鐘 笑死人啊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爸 下次見了 掰